美国亚利桑那州 严禁极端派教会出席葬礼 威斯特布鲁静信会 专门在士兵的葬礼上示威 他们相信 上帝在惩罚美国人民 重用同性恋以及其他罪行 静信会的教徒相信 枪手拉夫纳是上帝派来的正义使者 甚至计划要在受害者 包括被杀的九岁女童葬礼上示威 牧师菲普斯 嘲弄重伤的众议员吉佛斯 说他是谋杀婴儿的支持者 就因为他支持堕胎 以及同性恋平等权 但是我们质疑 菲普斯对于同性恋的强烈反弹 是不是像其他宗教一样 矫枉过正 在枪击案后 亚利桑那州议员紧急立法 制止静信会教徒 接近任何被害人及家属 同时 民间团体如凤凰城车队 也组织起来阻止教徒示威 并确保被害人家属的安全 无论如何 牧师菲普斯 最好不要惹上帝生气 不然后果就会不堪设想 想成为我们的动画人物吗 相关资讯请上脸书 Get Animated Find out more on Facebook G estim Findu